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如恢复所有指点 作为事锻炼 情方未得已改篇 亦从没怨言 面对着几缝眼爱的每一张年 让我在这里 能立刻随便 一凤起会吹到我 披荆不知灰心祸 斗产怎会惊得我 离坐 事竟飞鱼都惊破 不心都也忠于我 帮我给我 愿吧 终许我 白发人送黑发人 果然是妾夫之痛 皇师傅 你还是节哀顺便吧 皇师傅 我大哥没有杀汉叶 真正的凶手另有其人 阿明改了口供 他跟警察说 是你杀死黄汉叶的 二姨太 总爸叫我来给你拿份文件 何师傅 这件衣服我赶着要 你稍微快一点 知道了 二姨太 谢谢 你跟我来 你跟我来 谢谢 这几天啊 你一点消息都没有 这算什么呀 你知不知道我等得很急呀 警察局已经抓了尤山水了 那是不是代表我弟弟没事了 可以这么说 我叫他们尽快解决这件事 让你弟弟别太招摇 就好暂时离开广州 等事情过了再说 我知道你一定行的 你帮我这么大忙 我应该怎么报答你呢 总办急需这番文件 有人在火车站等着送去北平地了 我们的积蓄加起来才一百多块 根本不够前请御师 我想问问老板 看能不能预支点工钱 莫师傅 你来得正好 这是你们三个这个月的工钱 谢谢啊 老板娘 平叔啊 您过来 这些您收着 这些呢 是我啊 谭发还有三婆这个月的工钱 是啊 平叔啊 这里一点心意 你拿去帮三水吧 这些是你们的血汗钱 你们也等着用 我不能要啊 你这收下吧 想去点怕什么呀 就是啊 三水是我们的兄弟 兄弟有难我们一定要帮 你以为都像算死草那样 戒子不救啊 谭发 你别胡说八道啊 那你拿钱出来啊 我有心无意吗 好了 别再吵了 就三水要紧 快点去吧 谢谢老板娘 谢谢老板娘 嗯 谢谢老板娘 平叔啊 我们一定要找全广州最好的律师帮三水 全广州最好的律师叫冯金成 老板 老板 不过有钱也未必能请到他的 还需要一些面子 幸好 我跟他还不错 老板 你真的能请到他 我一想当三水是自己弟弟 他有事我怎么能不理呢 明天我见冯律师的时候 再想想怎么样帮三水 谢谢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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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家伙肯定跑了 不知道去哪儿找啊 怎么样怎么样 你们找大明没有 没有啊 到处都找不到他呀 连他娘也不见了 有街坊看见他们中午回过家 收拾东西就走了 糟了糟了 连唯一可以证明 三水是清白的人都不见了 这次三水死定了 你胡说什么 三水一定逢休化劫 难办的是那杀人凶手 是你其中一个嫂子的弟弟 我知道了 一定是警察做了手脚 逼阿明改了口供 没错 就算让我们找到阿明又怎么样了 他也不敢说实话呀 老板娘 唐总办是你大哥 干脆你去找他帮忙吧 起码他说句话 警察就不会乱来了 是啊 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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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以为我没想过 我哥去北平开会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 还有什么办法呀 就是啊 这件事要跟黄师傅说清楚 你找黄师傅干什么呀 我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要跟他说清楚 所有人都可以误会大哥 但是我不想他误会啊 换吧 吃饭了 吃完饭再玩吧 九叔一离开你就不听话 别再玩了 吃饭 汉棒啊 师傅 黄师傅 妨碍你吃饭不好意思啊 今天我们跟大哥去警察局自首 阿明他应该去指证李帆才是真凶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他竟然说大哥是凶手 黄师傅你别信啊 我大哥是被人冤枉的 那个李帆是唐总办的小舅子 他一定买通了警察 让大哥当替死鬼 你别信啊黄师傅 我 你说这些什么意思 我 我不希望黄师傅听到这些闲言闲语 误会大哥 你现在说完了 走 听话吃完饭再玩 不吃 你听话好不好啊 还给我啊 你听话啊 还给我 过来 你没事吧 韩房 非红哥 我知道我一开口 会让你为难 不过三水真是被人陷害的 他没有杀汉叶 你也不想眼睁睁看着他没了条命吧 非红哥 我知道你跟东区总办说得上话 能不能帮帮三水啊 可老板 请回吧 这次是初审 要听完所有证人的证供 我们可以提出反驳 不会这么快有判决 所以应该尽量争取时间 多找下证据 证明三水是清白的 冯律师 我们全靠你了 放心吧 那个就是李帆 好 许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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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水 坐下 你不用怕 没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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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庭了 大家坐下 那天晚上我们在立晚九家吃饭 他们在旁边那桌 喝了很多酒都醉了 又吵又闹的 我们叫他别吵 他就发脾气 说自己是什么黄飞红的徒弟 还推倒屏风压伤了我们兄弟 所以就打起来了 黄汉叶呢就冲出来劝他 他又推开了黄汉叶 至于谁杀死黄汉叶呢 我真的没看见啊 后来黄师父来了 就抱着他儿子 他儿子不停地流血 脖子上还扎了碎玻璃 跟着呢 他就拿着半个碎酒瓶走出来了 我们找到一个叫李明的人 他的口供指证游三水 是杀黄汉叶的凶手 不是 他们撒谎 他们撒谎 鉴于本案极为严重 而且最近在广州 有醉酒闹事和商人的案件 急升的情况 本案 由于人证物证俱在 本席决定加快处理 游三水谋杀黄汉叶一案 罪名成立 三天后处决 医警效尤 我没杀人 冤枉啊 我没有 走 走啊 走啊 我没有杀人 水哥 冤枉 水哥 冯律师 他们现在判三水死刑了 你真要想办法救他呀 是啊 我会向市政府法院上诉 希望推翻裁决 我去做事了 麻烦你 麻烦你啊 你也累了 还是回去歇会儿吧 范少爷 你今天真是红光满面哪 晚上喝酒我请 好啊 你这个杀人凶手 干什么 干什么 我们知道是你干的 你赖不掉的 你不聋了 法官说有人证物证 证明游三水是凶手 他杀人要成命的 别诬赖好人啊 是你摆通了警察 任王大哥当妻死鬼 我告诉你 别以为你姐姐 是我大哥的姨太太 就耀养威 我一定会揭穿你 看你到时候 还怎么嚣张 老婆娘 我们怎么说 也算是亲戚啊 你这样不是伤感情吗 我没你这种亲戚 你知不知道 什么叫大义灭亲啊 大哥 别说了 走吧 叔叔呢 他自己出去了 他现在这样 怎么能让他自己出去呢 还不快点追 去追啊 快 去 求佛祖大发慈悲 保佑三水 逢凶化祭 如果三水真有错的话 我莫平愿为他承担一切 叔叔 叔叔 平叔 叔叔 起来吧 叔叔 你不要这样 是啊 你要小心身体哦 我都几十岁了 还怕上 三水还年轻 不能就这么没命啊 他娘临终地说 把他托付给我 我把他当亲生儿子一样 养大他 他不可以有事的 叔叔 平叔 平叔 你要去哪儿啊 我去帮三水天香油 现在除了拜神 求神庇佑之外 我不知道还可以做些什么 平叔 你现在站都站不稳了 就别到处走了 我们帮你天香油吧 你俩扶他去那边坐 小心 谢谢平叔 慢点 走吧 哎呀 平叔哭 你就别再跟着哭了 这样他会更难过的 我也不想啊 但是一想起大哥 我就忍不住了 不是说了吧 你大了肚子 别到处乱跑了 你以为我想啊 你呀 别做伤天害理的事 找人当替死鬼才行啊 阿广啊 我好不容易才怀上这个孩子 我不想他遭报应啊 你这么大声干什么啊 是不怕别人听不见哪 我认识你 你那天晚上跟李帆一起 你一定知道李帆是真正的凶手 哎 不知道你说什么 你老婆说找人当替死鬼 你不知道 我大哥没有杀人 但是他三天后就要被处决了 为什么你要撒谎啊 我没撒谎 我根本没看见谁杀人 哎 你敢对着佛祖撒谎是吧 你有毛病啊 走 喂 喂 别走 喂 你别再跟着我们啊 你别走啊 你先回去啊 别走 喂 你们够了啊 别再跟着我们了 你知道李帆才是凶手 你去跟警察说实话吧 知情不报也是罪 警察不抓你 天会收拾你 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你们两个别再烦了啊 喂 别走 喂 你们别再跟着我了啊 我求求你行行好 说出真相救救我大哥好不好 我求求你了 别再烦我了 喂 什么事啊 我认识你 油三水的妹妹吧 来我们这儿干什么 捣乱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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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走吧 你不跟我们去警察局 我们不走 那是不是混义了你 我求求你救救我大哥 别以为我不打女人 快 快来 别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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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手啊 还手啊 快 别打了 我求求你们走吧 是不是想被人打死啊 我也要糊口啊 有些事 我不能说出来啊 你明白吗 我们走吧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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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哎呀 你没事吧 你会功夫 为什么不还手啊 我们是来求人的 如果还手 他又怎么会帮我们呢 你现在打算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 我想在这儿 等那个阿广出来 再求求他 好 喂 喂 你们不是吧 哎呀 哎呀 在这儿等不是办法 跟我来 我也办法 三万 要不要啊 我上 我打西风 小心点啊 二饼 哇 这么多万字啊 一万 哎 杠 弟弟啊 你真是越来越聪明了 当然了 哎哎哎哎哎 你不过去支站接老爷了 唐哥不在 我们晚点再来吧 可是照规矩的啊 他也已经去接他了 跑来跑去干什么 坐着等会吧 哦 你这杀人犯该死的 你来这干什么 喂二姑娘 我弟弟哪儿得罪你了 你这么毒来咒他 能有你们两个毒 杀人放火无恶不作 找人给假口供让三水当天死鬼 你做过什么 别以为没人知道 这案子有始至终啊 我弟弟根本就没有嫌疑 警察局露口供 他一次没去过 哇二姑娘 你竟然要拉我弟弟下水 随便到大街上抓一个人 也可以说是杀人凶手了 你弟弟做了那么多坏事 别说是天会收拾他 我哥知道了 也不会放过他 他就快回来了 我要把事实都告诉他 我看到时候你怎么包庇他 你有什么证据 说我弟弟杀人呢 那个游三水是有证有据 现在连法官都判他死刑 你敢说法官判错 你别再胡说八道了 别妨碍我打牌 坐下 你害完人还想打牌 你是不是人 你干什么呀 有话好好说 跟这个畜生有什么好说的 你要证据是不是 我就打的你承认了 你别论他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老爷 姐夫 我送走我妹妹了 我跟她说 我会认真处理游三水的事 主持公道 你到底干了什么 姐夫 因为我无关的 是她喝醉了杀死黄飞红的儿子 有证恶居啊 你还想骗我 我刚才打电话给警察局问过黎副局长 他以武一事全都告诉我了 姐夫 我不是想骗你啊 我是怕你生气所以 你平时忽加虎为招摇也就算了 不是念在亲戚一场 我早就把你人紧出江河了 还给我惹这么大的麻烦 老爷 阿凡这个臭小子是不争气 不过他已经很后悔了 我还没说你呢 不只不好好看着你弟弟 还让他闯祸来麻烦我 但是 阿凡他是我弟弟吗 弟弟又怎么样 弟弟就可以骂我妹妹了 从小到大我最疼这个妹妹了 我从来没骂过他 你凭什么骂他 你有什么资格骂他 对不起啊 老爷 我告诉你们 妹妹我只有一个 老婆姨太太我要多少有多少 他们诚实不足我料到了 你是我秘书 给我办事要办得妥妥当当的吗 现在弄出这个大麻烦来 你怎么做事的 对不起怎么办 我办事不力 我要亲自处理这件事 给我打电话给崔法官 姐夫 不要啊 阿姨 我求求你啊 你们命好是我亲戚 把你交出去会影响我 我不会让你这混账连累我 二姑娘那边怎么办 我会亲自跟他交代 打电话给崔法官 我要尽快解决这件事 是 我们还来这儿干什么 看着吧 来 干什么 怕看见我吗 你们走吧 我知道你为什么怕 因为你想生儿子吗 但是你老公做那么多缺德事 明知道三水没杀人 都看着他当替死鬼 这样会有报应的 不抱在你老公身上 也抱在你儿子身上 别胡说了 你们走吧 这孩子还没生出来就有报应 真是很无辜的 我替你去了所有的庙求过签 有些事你不信不行 每之前都说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不是不报 食尘未到啊 就是说呢 做好事生儿子会发财 做坏事生儿子又恶报 你别说了 你走吧 走啊 你走啊 他怀着孩子 你就别这样吓他了 就是他怀着孩子才有机会嘛 我敢保证再吓吓他 他一定会说实话的 桂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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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烦了 法院呢 突然提前了 三水明早就醒醒了 怎么会这样 叔叔 叔叔 怎么会这样 法院为什么会提早醒醒啊 叔叔怎么会这样 我们怎么办啊 叔叔 叔叔 大哥明天就要死了 我们该怎么办了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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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桂兰 别这样了 别这样了 怎么会提早醒醒呢 三水我们是帮不了了 过了今晚 他就要走了 阿桂兰 干脆我们做顿饭给他吃 把他上路里做个饱死鬼吧 佩佩佩佩佩 你怎么说出这种话来啊 阿三 叔叔 我去做饭 归来你去买个辣鸭腿 买个大的 三水很喜欢吃辣鸭腿 焯恶佩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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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们开始练拳 我今天不想练拳 刚才我见过桂兰 她为了求人救三水 被人打也不还手 明早三水会提早行刑 桂兰跟平叔都很伤心 我能明白 突然间没了亲人那种心情 你会不会去看三水啊 你们是有它的 你停不住 2005年的桂兰 如果他总 row 见冲 全神 挑食 20湾 看到 infertil 拳 你们聊吧 谢谢 大哥 妹妹 妹妹 听说 你们都来了 是啊 大哥 我们带了些饭菜给你吃 贵兰 拿饭给你大哥吃的 哦 大牙腿 叔叔说 一定要买给你吃 你喜欢吃吗 我真的很喜欢吃 不过呢 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吃得上啊 拉牙腿太贵了 听说 我记得有一次呢 你买了个拉牙腿回来过节 我却忍不住偷吃了 后来你发现 只剩 只剩下拉牙腿骨头 你很生气 我还说是邻居二婶的狗 旺财偷吃的 是邻居二婶 其实那我一直 都很想跟你说对不起的 不知道现在说是不是太晚了 傻孩子 都过去了 还干吗对不起呀 妹妹 以后大哥不在了 靠你了 你要替大哥照顾平叔知道吗 大哥 看你这样啊 应该靠不住的 阿花 你也帮帮忙 我这个妹妹很粗心的 没你那么精明 行了 我本来以为呢 成了黄师傅的徒弟之后 我就配得上你了 谁知道现在没机会了 你 贵蓝 贵蓝你去哪儿啊 听说 别管他吧 妹妹一向都爱哭的 三水 拉牙腿要趁热吃 凉了就不好吃了 其实整件事都是我不好 就算黄师傅的儿子不是我杀的 也是因为我醉酒闹事 才会弄成这样 黄师傅对我那么好 还说我当徒弟 我却连累他没了儿子 阿花 阿花 如果有机会呢 你替我跟黄师傅说张对不起 我会的 三水 这些钱 你收好了 明天你上了路之后 记住给鬼斋 你的路会好走一点 记住啊 我知道了 路会好走点了 你快点了 我说你快点了 我还给你带了 我再说你都不想要 你快点了 我还要带你 你快点了 我快点了 我快点了 你又来干什么 我求求你 去跟警察说 说我大哥没有杀人 你不帮他 明早他就要死了 我求求你 他跟你无仇无恶 我求求你帮帮他吧 我求求你了 我已经很烦了 你走吧 我帮不了你啊 走 不行了不行了 老婆怎么样 你老婆难缠的 你快送他去医院吧 晚了大小的保不住啊 老婆 老婆 小心点儿老婆 看着啊 洋车 糟了怎么没洋车 大风大雨了 怎么会有洋车呢 丈妈 那现在 我们怎么送他去医院呢 好 老婆 你忍着啊 我们一定可以送你去医院的 放心吧 你跟孩子一定会没事的 你忍住啊 忍住啊 洋车 洋车 来了来了 来 不拿上车 好 我们退退去医院 来来来 小心啊老婆 小心啊 来 慢点啊 慢慢 扶我你老婆 现在送你去医院 小心啊 老婆 忍着 现在送你去医院 你要撑住啊 好痛啊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快走吧 好 老婆快到了 老婆 老公 我们的孩子没事 是啊 孩子终于可以平安出世了 太好了 你们运气好 幸好及时送你太太来医院 不然的话 母子俩都有生命危险 后果会很严重的 好了 你们照个孩子吧 我们还要去做事呢 谢谢医生 谢谢啊 谢谢医生 这次真要谢谢你 全靠你 我老婆跟孩子 才可以 谢谢 谢谢 谢谢你 你们母子平安就好了 天快亮了 我也该走了 等等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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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唐总办 不用你亲自来的 最近广州的治安越来越差了 我特意来监察这次行刑 是要让所有人知道 市政府对于罪案的态度 是绝不姑息 提醒大家要奉公守法 行刑时间已到 请唐总办就坐 准备行刑 桂兰呢 桂兰去哪儿了 凌叔 都不有事 他未经许是准备 等待开 准备行刑 要是否贴 其实是准备行刑 每个人都不符 都不符 请唐总 三水 三水不要杀三水 我要然正 三水 我有然正 我等会怪没杀人 冤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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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杀人 我没有杀人呐 我没有杀人 妹妹 我没有杀人呐 妹妹 我没有杀人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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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放了他 不嘴啊 我没有杀人呐 我真的没有杀人呐 停停 立刻停停 我是冤枉呐 冤枉呐 放过岳大叔 我是冤枉呐 快放人呐 冤枉呐 让开他 让开他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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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说 这是东西总败总明 开门 是 冤枉呐 不是冤枉呐 东总败 你怎么会大驾光临呢 唐总败 我收到消息 说游三水杀死黄看叶 这件命案另有内情 又知道他今天行刑 未免错杀无辜 所以特地来了解一下 东总败 这案子有证有据 我们是依法行刑 你说的另有内情 是从哪儿得知的 不好意思 我不方便透露 不过西区法院审理这案子 在程序上似乎出了点问题 这件命案 从审理到行刑 前后不到一个星期 伊利不应该这么快 似乎有点草率 为了公平起见 我认为有必要重审 这件命案 发生在我西区的范围 虽然我刚从北平回来 但是我也特别留意 这次法院审理的程序 是快了点 但是证据确凿 行刑是早晚的事 何况 重审需要有新的证据 我大哥他没有杀人 我有人证 阿广 对 你说 到底真凶是谁 你大胆说出来 我保证 没人可以伤害你的 是李凡 我跟着李凡 已经很多年了 但是我真的过不了 自己的良心 我不想无辜的人枉死 你要想清楚再说 这件事命案 你一定要说实话 否则后果非常严重 没人能帮得了你 我说的是千真万确 那晚在立万九家 是我亲眼看见他 拿着个碎的杨九瓶 杀死黄汉叶的 不信心 怎么这么回事 唐总办 据我所知 李凡是你的亲戚 我不管是什么人 杀了人就要治罪 我知道李凡在哪 可以带你去找他 如果让我知道这个畜生 做了伤天害理的事 我唐一航第一个抓他 绝不会姑息 好 我们走 把那些带回去 我们走吧 好 董总办 要不是你来了 我大哥已经死了 真是谢谢您 谢谢您 谢谢您 不用谢我 真的不用谢我 如果要谢呢 你们就谢黄师傅 没事了 大哥 三水 没事了 三水没事了 没事了 大哥 三水你没事了 你没事了大哥 怎么办 怎么办 李凡在董明面前群落召了 这件事是黄飞红暗中找董明帮忙的 又是黄飞红 这两天黄飞红找我董明两次 昨晚他和连夜去了董明家 寒爷 杀孽的真凶已经找到了 杀孽的真凶已经找到了 杀孽的真凶 杀孽的真凶已经找到了 你放心 汉邦我会让他在我身边 爹以前令你很失望 我也不知道 可以再为你做些神了 你安心上路 王师父这么巧 要带儿子来拜山 看开地儿节哀顺变吧 谢 真是造化弄人 想不到真兄 是我飘红的亲弟弟 现在飘红每天哭 要我给他弟弟 找块棺材福地 这块地风水师怎么说 风水师说 这一带盘龙冲天局 葬在这儿可以福泽子孙 繁荣昌盛 至少解决了一个麻烦 黄师父 我这人最恨的是 有人给我麻烦 你小小的罪有应得 做人就应该为自己所做的事负责 我很赞成黄师父你做人的态度 的确应该为自己做过的事负责 不过要看后果是什么 不是所有的事 你黄师父都承担得起 既然做了 就一定要承担后果 我小舅子他是该死 不过要请出东区总办插手 我的面子还真放不下 这口气也不太顺 你儿子这块地不错 看来 跟你们全家人躺进去了 留着这块地 可能很快用得着 我们去那边看看 是 雷先生这几天的病情改善了不少 他也下床活动过 还有 徐秘书想跟我要份报告 我检查完之后给你 雷先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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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时间 等待在终点 你说的那夜 一天会实现 回忆中在我指尖 长城泡沫飞满天 轻轻曙光轻轻的不灭 其实停留在昨天 看到你在我身边 轻轻的爱轻轻的蔓延 思念在你我指尖 化成空气的一线 轻轻相随轻轻的相恋 如果不是等终点 我会再多说一遍 终有一天会都再见面